扩充一个知识点 在之前我们操作这个现成不安全数据的时候有个容器 大家记得吧 就是我们有个容器往里面填纸的时候呢 这个纸呢会少了被覆盖了 然后我们讲同步块的时候 在这个里面锁定了list 这里吧 锁定了这个list 达到正确的效果 实际上在我们JUC的并发编程中 这个list呢有对应的并发容器 直接供我们使用 它内部呢已经实现好了这个锁定 不用我们自己去锁 它内部实现了 我们来看一看用用 好吧 考过来 我们改成SYNcontainer 现成安全操作并发容器 这个并发容器呢实际上就是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 这个concurrent在我们创建现成的第三个方式 callable里面见过对吧 来直接有一个copy on write everylist 在写的基础上进行拷贝 实际上我们之前说过 现存的操作就读跟写嘛 所以它保证你写的时候呢 是一个正确的拷贝 好吧 正确的复制 就是我们工作内存和主内存 相互拷贝的过程中 相互写的过程中 能够正确的控制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list呀 改成它就可以了 改成它 将我们这个同步块拿掉 不需要了 它内部呢已经实现了 我们来看一看 搜一下 看看有没有synchronize的块 来 synchronize的lock 它内部在设值的时候 加值的时候 已经给你加了锁 看看这个锁是什么锁 来一个对象 object的对象 在操作我们这个数据的时候 先拿到它这个锁 所以它内部给你实现了 我们自己呢 不用去锁定 这个锁呢 它这里有一个叫可重录锁 所谓的可重录锁 什么意思呢 是指 如果你一旦获得了这个锁 假设这里面的方法掉方法 它可以把这个锁呢 往下带的 就是A方法 假设你拿到了这个锁 B方法 它可以把这个锁往下带 这就是一层一层往下走 否则拿到你这个锁 进不到这个方法 那也白搭 对吧 因为它这里面是叫方法的调用 可以把这个锁往下带 这个后面呢 我们也会看一个例子 好吧 了解一下 来 大家关了 回到我们这个例子里 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这里的讲解呢 主要是让大家后期呢 能够面试 聊一聊 这块的内容呢 属于我们高级并发编程 也是大家以后成为高级工程师 肯定会用到的一个容器 肯定会用到的一个容器 现阶段呢 我们是为了面试使用了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认识一下 有个印象 当然大家呢 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只要是我涉及到并发编程 操作容器的时候 都可以想到并发容器 好吧 都有 这个知识点呢 我们就扩展到这里